咖喱米了没有 没有500 我自己也说咖喱米了 你怎么这个要得哭呀 这农家是别人说了 咖喱好吃吗 那是说咖喱 别人吃了好吃 就是农家比小气的 农家回去吃了 今早要是咖喱动自己来 本身后上就把他抓过来 想说自己炒毛豆吃了 这个小气肝也要回去吃咖喱 他吃了一日送一下回去吃了 我家酥 我看生酥 我送菌肉醋 好久了 但也没有人就是网友动自己 一只鸡肉醋 在饭吃咖喱中 最后鸡肉醋有鸡肉醋 不要了 两只鸡肉醋 带有两口网友 鸡皮革鸡肉醋 在鸡打中 这边放到农家 老鸡们的农家吃 这鸡肉醋放到里面 筋鸡肉醋 在新鸡切丁 在鸡打中 鸡肉丝温 把鸡剪成块 先腌制鸡块 倒一点料酒 加少许盐 加少许生粉 刷匀 静止干小时 把准备好的土豆胡萝卜块焯水5分钟 油锅五六成热 放两片姜片爆香 把鸡块倒下去爆炒 炒到鸡块两面略黄 加清水 大约700毫升 水要盖末鸡块 水烧滚以后盖锅盖 中小火再烧15分钟 把土豆胡萝卜倒下去 翻炒炒匀 倒入一包椰香味咖喱酱 翻炒炒匀 一点洋葱丁倒下去 翻炒炒匀 再补了一点水 再烧10分钟左右 炒熟了 可是它是风饼的咖喱鸡块 到北京里想吃得了煮 日压里想烧得更热 就让人家烧得更热 这种菜类品质好 没有热好 烧得更热 北京里想烧得更热 想烧就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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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得更热